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自己却被严重烧伤的特警张杰 在这任微博里张杰还第一次附上了自己自拍的两张自拍照 照片里的他已经是面目全非了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张杰 经历过活与血的淬炼 他现在究竟怎么样了 而本书的作者则这么说 他说越能了解张杰的人 越能体会到英雄两个字 沉甸甸的分量 如今英雄张杰仍在战斗 只不过现在的战场是医院 敌人是深度烧伤的自己 当时一起执行突击任务的特警李龙回忆说 那晚把张杰从现场抬出来的时候 浑身剧烈颤抖的张杰还在强撑地问战友 你们都没受伤吧 在场的人都哭了 因为当时的张杰气管已经严重灼伤 全身烧伤面积 百分之三十 几天后 战友们再次见到了 躺在病床上的张杰 此时的他气管被切开 浑身探黑 血肉模糊 他咧着那张不成形的嘴 目的就是想多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我还挺幸运 虽然被烧毁容了 但是大脑和重要器官都没烧伤 一关一关的闯骂 张杰这样对记者说 一关一关的闯 听起来简单 做起来 谈何容易 在经过抢救脱离生命危险后 张杰被送往上海 接受系统指导 那是一段与病魔抗争 暗无天日的日子 口型矫正 张杰嘴里塞一粒花生米都费事 有的时候 吃几口饭 血水就会从嘴里溢出来 眼角伤痕 未能归位 睡觉的时候 根本就合不上眼 身体每天都会产生排异反应 冬天高烧到39摄氏度 只能拿冰块来降温 伤口部位痛痒难忍 为了防止抓挠 双手双脚都被绑了起来 更让人绝望的是 治疗需要在无军病房内隔离操作 所以大部分时间里 张杰在经历着一个人的孤独战斗 到上海还不到半个月 他瘦了十一戒 在后续治疗中 每一次青窗剥离坏死的腐肉 每一次直皮都要经历撕心裂肺的疼痛 在医院接受头部青窗手术的时候 不能麻醉 所以张杰能够清楚地听到 手术刀在头骨刮出的滋滋的声音 能够看到留下的一盆又一盆的血水 医生有的时候让他喊出来 可以减轻些疼痛 他硬是咬着牙一声不吭 张杰对记者说 那些时候确实特别难熬 但是他知道 一定得活下去 坚持下去 再坚持一下 这样就会离康复更近一些 直到我们见到了张杰的父亲 才懂了 他之所以能成为这样的硬汉 其实并不偶然 张杰的父亲名叫张刘成 退休前也是一名警察 2000年6月8号中 张刘成在下班途中 突然听到有人在喊救命 他回头一看 只见两名男子 正在穷凶极恶地追砍一个 15 6岁的女孩 住手 张刘成大喝一声 扔下自行车就飞奔过去 他一边用身体挡在肩膀的身前护住他 一边赤手空拳和歹徒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然而丧心病狂的歹徒挥舞着手中的刀 如雨点般地砍了过来 张刘成因失血过多 瘫倒在地 经过抢救 张刘成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是他的头部却留下了六处裂伤 左耳也多处受伤 仅剩下一点点皮连着脸颊 刀伤裂口长达13厘米 颈部和胸部也有13厘米长的裂伤 全身上下一共缝了103针 其实在1974年 张刘成在南京火车站直勤的时候 就曾经迎着砍刀和犯罪嫌疑人 进行了英勇的搏斗 如果不是皮带挡了几刀 张刘成可能就牺牲了 后来这位英雄的父亲 被安徽省公安厅 融纪了个人一等功 他的故事也深深地印在了 张杰的成长道路上 我以后要成为像我爸一样的警察 张杰说 他从小在心里就埋下了 这颗愿望的种子 张杰高中毕业后 就报考了警校 并最终成为了一名特警 父亲的言传身教 是张杰从警之路的起点 对此 有人动情地评价道 一对父子 两代英雄 如今有将近13万粉丝 在关注着张杰的康复 每每他发出 带上病区小手环的图片 大家就会知道 又一场战斗要来临了 今年的5月30日 在又一次治疗后 张杰在微博上说 谢谢大家的关心 搞定 收工 下面就是无数粉丝的鼓励 一定会越来越好 早日康复 加油 英雄最美 的确 英雄 最美 听完张杰的故事 您一定会同意 张杰是个大英雄 但是我们大多数人 没有机会像张杰这样 面临生死的选择 英雄这个名词 似乎离我们太远了 但是我觉得 人民日报 2016年11月21日 发表的评论 说得很好 他说 时代的进步 离不开这些 大英雄们的光彩夺目 但能站在历史聚光灯下的 毕竟是少数 支撑其整个时代的 其实是更多 默默无闻的 平凡英雄 普通人眼中的英雄 不一定要 惊天地气鬼神的 丰功伟绩 他可能只是一个略显 萧索 却顶天立地的背影 可能只是一句 略显简单 但正义凛然的话语 也可能只是一段 略显寻常 却执着坚定的守候 可能是一次危急关头 挺身而出的果敢 这些都赋予普通人 英雄的高贵 让那些平凡的人 普通的事 散发出英雄的光芒 用心去感受平民 得以成为英雄的气质 用爱去帮助那些 身边需要帮助的人 我想这应当是我们每个人 都该有的英雄梦吧 好了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 再见